8月20日 纪念伟大抗日战争胜利20周年展览在北京开幕 这里陈列的文物和图片主要反映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领导全国人民组成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全国军民在党和毛主席的人民战争思想的指导下进行伟大抗日战争的光辉历史 这些是抗日战争时期毛主席著作的早期版本 在《论持久战艺术》中 毛主席指出 战争必然是持久战 最后胜利的取得必须依靠人民战争 广泛开展群众性的游击战争 游击队员们用土枪土炮抗击敌人 开展地道战 大摆地雷阵 打得敌人胆颤心惊 大摆地雷阵 18年艰苦卓越的奋战 终于打败了日本帝国主义 历史证明战争的最后胜利必定属于革命的人民 白羊殿是胜利战争时期 燕灵队员的神托鬼没 汉日打游击的地方 老燕灵队副队长孙格 在给年轻的燕灵队员 讲述革命斗争的历史 当年他们就是用这支打燕的土枪 打烂过敌人的气艇 打死过几十个日本强盗 新一代的燕灵队员 继承了老燕灵队的光荣革命传统 苦练杀敌过硬本领 无论寒冬盛夏从不间断 他们决心当好接班人 成为英勇的水上杀敌能手 时刻准备消灭敢于来犯的一切敌人 燕灵队成立后 主要任务之一就是开展水上游击战 伏击日伪军过往船只 截断敌人的水上运输线 燕灵队员听取上级指示 袭击敌船俘获日军 以及对俘虏实行人道主义救治等活动 勇敢光荣的燕灵队 抗战期间利用水上盯上优势 与敌人交战近百次 击毙俘获日伪军近千人 战绩辉煌 被冀中军区评为 抗日先进集体